今天ET各股推介 九龙子业2689 经济日报投资业早选择原因 买商品股抗通胀首选九指 商品即原材料和能源 构成通胀指数的关键部分 商品价格上升、推动通胀 与其受益于商品或原材料价格向上 资源类等股份有比较好的表现 当中,置业股受益于价格上升 五股份留意九龙子业 有报道说不少紫厂都开始 在今个月第二轮上调 九指所有亚通紫产品 昨天都在加价每吨100元 原子加价潮越演越烈 指价上升有望推动紫厂盈利增长 看好的投资者 等到港股存稳的时候 吸纳子业股 请不吝点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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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